現在我們來試看看如何將目前已經放在時間軸上的這些塗層 把它替換成我們在 Project 面板裡面的其他的素材 首先先選到你要替換的塗層 第二個選到我們要取代它的素材 接著按下 Alt 鍵把素材拖替到要替換的塗層上 這樣就完成了 在這個上面我們已經有加了倒影 還有它原本的這些位置都會繼續繼承下去 按住 Alt 丟上來 所以這個步驟其實都是一樣的 先選到時間軸上的塗層 點到要替換的素材按住 Alt 托曳 這樣就可以輕鬆完成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這些素材的大小 都跟原本我們要替換的大小是一樣的 這樣的話才不會說在比例上位置上還是會有出現差異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